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眼准备了圣诞礼物 开心迎接圣诞节的到来 帮他进街一步脚踏车 我希望他可以练习骑脚踏车 为什么圣诞礼物给老婆呢 糟糕 我都常常忘记先生 欧阳弟弟也首次跟着姐姐一起跑时尚趴 不知道圣诞节有没有需什么愿望呢 不要吵架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圣诞礼物 没错 弟弟会觉得姐姐啰嗦 会 会顶嘴吗 会 他常常都保持 那谁是合适的 没有 我们自己就好 因为没有人帮我们合适 所以我们自己必须好 说到时尚怎么能忘了我们大明星比利姐呢 看着pose完全没有要给周汤好面子啊 就是我的美女 我的微笑 我觉得真的差很美丽 因为其实什么衣服穿她身上都会有她的味道 她常常说呢就是穿衣服啊 她的衣服穿啊 是的 她穿什么都是变成比例牌 所以 可以 那个 对 收拎一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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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近期吴宗憲不时在网络上透露想退休的心声 爱女吴珊如也替父亲感谢外界的关心 我每天都跟她聊天 就是 除了基本的传讯息 就是我爱你要讲15次之外 呃 还有包含报告自己的行程啊 然后还有那个她心爱的Bingo 今天去上了几次厕所 我们都要报告 呃 其实我是希望她能够真正的好好的 呃 休息睡觉 就例如说她 呃 常常睡前还是一直看电视玩 玩电动啊什么的 我其实蛮替她担心这个部分 但是呃 希望她只要有时间就多喝水 然后多休息 不要太高威 如果没有讨论 就是说看最近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两个妇女党可以去关岛休息一下这样子 对 所以如果到时候有的话 应该也有可能会在机场捕捉到我们两个 野生的那个本土天王跟 自己讲自己本土公主好像有病 好像有病耶 但是 哇 又青蛙旺 采访包到